锁定台式五件新闻 美国亚特兰大28号凌晨上演了一场公路大追逐 一名男子趁警察下车开单的时候开走了警车 警方大阵仗还出动直升机追捕 结果这名男子一个不注意 车辆翻覆在铁轨上 自己也受困在车内动弹不得 警察原本抓人变成救人 在火车经过的前一刻 千军依法之际救出这名男子 并且多项罪名将他起诉 美国亚特兰大警察 深夜拦下一辆车开单 没想到下一秒 呆徒趁警察不注意将警车开走扬长而去 警察赶紧呼叫支援 切贼开着警车即使在高速公路上 警方大阵仗出动直升机 布下天罗地网 展开一场公路大追逐 切贼急闯平交道时 车辆不胜反复 自己也困在车内动弹不得 警方抓人变救人 不知道下一班火车何时经过跟时间赛跑 在火车到达前一刻 警方顺利将人救出场面惊险万分 随后也将嫌犯上扣逮捕 嫌犯是一名29岁的非裔男子 被警方以窃到危险驾驶破坏公物等多项罪名起诉 不过嫌犯或许应该庆幸的是 警察救回自己一条小命 林佑任编译